最近全新一代的 Vios 刚刚在我国上市 那么它的主要对手 Honda City 也不甘寂寞 在最近它在印度版本首发了小改款的车型 这次的小改款车型看起来改变不大 但是实则上它有非常多的改进 所以今天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小改款的 Honda City 而且据说它可能会在今年登陆马来西亚市场哦 首先在外观设计部分它的大体是没有改变的 基本设计还是维持跟小改款圈一样 主要的差异在于前方跟后方的保险杆 做出了一些设计上的修饰 例如说在前方呢 它是把这个雾灯座跟这个底纯连在一起的 而且它的下保险杆的下旋呢 是采用了这个 Carbon Fiber 的材质 看起来是比较的运动化比较纤维一些 最后面呢则是加入了这个导流起片的设计风格 看起来跟之前的这个 City RX 会比较类似 但是除此之外呢整体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只是呢他们新增了一个蓝色的车色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要告诉大家的是 Honda City其实在不同的国家呢 它的轴距长度是不一样的 例如说在印度市场呢 它的轴距是最长的超过2600mm 在泰国市场呢它的轴距是2589mm 至于在我国则是2600mm 相信小改款在这个车身尺码的部分呢 并不会有太多的升级啦 在引擎的部分呢同样的也是没有太大的升级 主要的主打车型还是这个1.5公升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18HP 峰值扭力表现145Nm匹配CVT的变速箱 另外呢它自然还是有一个1.5公升的 E-HEV 也就是IMD的混合动力引擎 这个引擎呢根据印度的官方消息指出呢 它的马力好像有提升哦 它的最大马力提升到了126HP 峰值扭力表现维持在253Nm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马来西亚的RX版本呢 它们的引擎输出是定在107HP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算法的不一样呢 还是它们把这个引擎的动力升级到了 跟这个HRV的E-HEV版本一样 不过呢如果是马力提升的话 那么E-HEV的版本势必会有更强的引擎动力 至于它的油耗表现呢 根据印度官方数据是达到了27.6公里1公升 还是一样非常的省油 除此之外呢 嗯 它们在一些特别的市场也会提供一具1.5公升的 i-DTEC柴油涡轮增加引擎 不过这柴油引擎马来西亚就肯定是看不到了 内装的部分呢 基本上还是维持一模一样的设计 主要是在配备上面进行升级 例如说它们导入了这个HONDA SENSING 我相信我说到这边你会奇怪 为什么我会讲它们导入了HONDA SENSING呢 因为马来西亚的1.5公升i-DTEC版本呢 才会有这个VSEN版本 其他的国家是没有 所以这一次对它们讲 加入HONDA SENSING是一个升级 而且这个HONDA SENSING也是比较完整的HONDA SENSING 它新增加了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带有STOP & GO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这个是目前马来西亚版本没有的 相信小改款车型也会跟上 第二个功能就是在侦测到前方的车辆死离之后呢 系统会给你一个提醒 就是让你不要顶着后面人的车啦 这个也是新的功能 相信马来西亚版本都会导入这两个功能啦 另外呢它的内装设计呢 是有一点跟这个同级对手Vios较劲的意味啦 首先City第一次导入了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不过从官方的照片看起来 这个氛围灯的设计并不是很明显啦 它主要是在这个两侧的门把那里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的8寸触屏主机 加入了无线的Apple CarPlay功能 目前呢它是支援Apple CarPlay的 但是必须连接数据线才可以使用 加入了这一个无线的CarPlay之后呢 意思就是你Connect拦压了之后 就可以使用这个CarPlay了啦 非常的方便 至于在基本的安全配备部分呢 入门版的车型还是四气囊 顶级版的六气囊 另外这个车身动态稳力系统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 都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这个是City小改款的主要升级点 不过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价格 或许是HONTA为了极力推广 这个IMMD混合动力引擎的关系 根据印度媒体的消息呢 它们会推出一个比较入门版本的 1.5公升混合动力版本 因为我们都知道 目前这个混合动力版本 虽然讲操控很好 动力很好 油耗很低 但是它的价格是高了一点点 所以它们会推出一个入门的版本 来降低这个入手门槛 如果马来西亚也跟着这样的策略的话 相信选择这个City RX 或者City IMD版本的朋友会更多 因为这款车真的是太好开了 它应该是我开过最好开的B-Segment之一 但是呢 就是这个价格可能高了一点点啦 如果真的有入门版的话 我相信接受度会更高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